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半年 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就有多达5900多万名 而根据协城旅游社近日所发布的大数据报告显示 由于签证便利 航班增加 以及性价比的提升 2017年春节 中国出境游客预计会超过600万人次 创下历史最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截至今年12月中旬的数据来看 大马已经被列入了出境旅游的十大人气国家之一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日前社交媒体疯传了一张照片显示 大马麦当劳发出通告 表示只允许顾客携带拥有清真认证的生日蛋糕 进入店内而引发了争议 针对此事件 其中一名不愿聚名的麦当劳分店的女经理透露 她们是在本月初收到了总部通过电邮所发出的通告 指示各分店必须要严格执行有关的政策 也就是禁止顾客将没有清真认证的蛋糕带入店内使用 而此政策早已经在本月初正式生效 指示他们还未正式贴出有关的通告 根据声明 麦当劳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该公司的清真认证的完整性 因此他们将会继续严格遵守所有有关食品的质量 安全和清真的标准 你是不是有钱但你自己却不知道呢 国家会计局无人认领款项注册官证实 截至今年的11月30号 有代认领的款项已经累积高达56亿令吉 这些无人认领的款项来源广泛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银行各类的户头持有人 在提年期限内完全没有动过户头里头的款项 例如储蓄户头 来往户头 以及定期存款 这些存款在7年后 有关的银行将会自动移交给政府 另外预期而未认领的定期存款 利息、保险的赔偿金、薪水 甚至是国能、马电讯和水务局等的抵押金 都会放入无人认领的款项中 其实想要认领这笔款项 你可以到位于吉隆坡 敦毗里路马来亚银行大厦42楼 或全国任何意见国家会计局的分行 预知更多的详情 可浏览国家会计局的网站 或致电03-2056-8000询问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百个大世纪是由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Anthis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